从现在二年级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所以现在呢 你们跟着老师一起完成这一份资料 所以写上名字跟日期 好 所以呢 好了 过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首先呢 我们先认识分钟 OK 会五的乘法表吗 小朋友 五的乘法表 所以如果你看 被五的乘法表呢 你看到一 就代表一 五 五五 二五十 三五十五 四五二十 五五 二十五 六五 三十 七五 三十五 八五 四十 九五 四十五 十五 五十 十一五 五十五 OK 好 就是这么简单 十二五就六十啦 总之 如果你要把时间变成分钟 你就被五的乘法表就可以了 所以呢 记得写好了过后 我们最后也记得要把分钟写上 OK 所以呢 老师可以按暂停 然后让同学们呢 把分钟写好 我写好了 OK 好 来 我们看下一个 OK 下一个呢 它需要你看一下 这个分钟走了多少分钟 OK 很简单的 十二 我们代表零 OK 它走到哪里 走到一 OK 走到一 罢了 就只有一步 所以我们讲了 如果我们要写分钟 我们就被五的乘法表 对不对 所以就一五 五 五分钟 所以呢 开始的时候 这里是零嘛 它跑到九这边 所以它走了九步 对不对 所以我们答案呢 要写到九的 所以九五 九五 四十五 这个是四十五 分钟 好 所以呢 老师这里留了两题给你 OK 你自己完成 好吗 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要涂上颜色 以下的中面呢 显示什么时刻 把正确的答案涂上颜色 OK 所以你看 中面呢 有分十针 OK 十针就是短的 看到吗 分针就是长的 所以我们看时钟 一定是先看短的 所以它指在哪里 差不多到十二这里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是十二 一定是十二 所以五十 分钟的话是五十 十分钟 所以十二十 十分钟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就出现了啦 OK 好 第二题 我们先看十针 对不对 这个短的 所以短的指在哪里 指到这边 对吗 指到二跟三的中间 这样请问它有超过三吗 没有超过三 这样它也是属于谁的 属于二的 对不对 OK 这样子呢 前面第一个是二十 OK 六的话呢 就要被五次发表了 五十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三十分钟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也出来了 二十 三十分钟 OK 来 所以呢 第三题 第四题 跟第六题 我给你自己做 但是我们来看第五题哦 你看第五题 它的这个短针指到哪里 差不多要接近八 对不对 可是呢 它还没有超过八 对吗 所以它还是属于七的 这样长针呢 五十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三十 四十 四十 四十五 五十 五十五 OK 所以是七十五十五分 所以呢 在看那个十针的时候呢 你要非常注意 你要非常注意它的位置在哪里 明白吗 好 所以呢 我们看下一个哦 下一个呢 是要学写诗中的数字跟诗中的文字 文字呢 就像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文字 OK 数字呢 是号码的 怎么说 你看第一个 短针指在哪里 四 对不对 长针指到十二 十二就代表零 所以是 四 点 点 零 零 这个就是数字 文字呢 OK 就是四 十 零零有分钟吗 没有 就不用写分 写四十就可以了 OK 第二题 你看它的 这个十针指在哪里 接近六对吗 所以是六 点 点 它指在哪里 三 请问是写三吗 不是 分钟我们一定要被五的 才发表 一五五 二五十 三五 十五 文字就写 六 你可以写文字六 或者数字六 都行 都行 OK 六 十 十五 分 明白吗 好 所以老师留第三题 给你自己做咯 好 下一题 面 OK 下一面呢 也是很简单 OK 要你数字写出 还记得刚刚老师 怎么写数字 对不对 就是这个点点的 这个点点的 OK 还记得 对吗 OK 所以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完成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题 但是第二题 老师要教你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重叠了 所以呢 短针也在三 长针也在三 这样我们先看短针 短针在三的话 我们就写三了 长针就要被五的称发表 五 十 十五 这样就搞定 可以吗 好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这个你自己抓 用数字写出来 OK 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要你以下是文尾上课的时刻 以数字写出 也是要以数字写出 上课的时刻 好吗 数字就像这样子的啦 所以呢 也是一样的 根据图片 你把它写上正确的 数字时间 好 所以接下来 这边老师教你 做看第四题的 第四题有什么东西重叠呢 时针跟分针重叠 在哪一个位置 在十二对吗 所以我们先把 十写下来 OK 所以到十二一定是 零 零 懂吗 到十二一定是 零零 OK 就是这么简单 好 所以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 你也可以尝试自己 做做看 好 说做好了过后呢 我们就看下一个 OK 写出 嘉玲在星期六所进行的活动时刻 来 嘉玲在 几点的时候 到公园 做早操 早操是几时做 早上做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做早操是哪一个 这里 几点呢 七 点点 零零 对不对 十增值着七 分增值着十二 十二一定是零零 所以呢 你要学会写 上午 上午 七点点 零零 就是上午七点的意思 OK OK 好 第二 第二呢 用早餐 用早餐也是上午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自己 自己写 好 接下来 我们看 他在阅读 故事书 OK 从八点去到 九点 十五分 也是早上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题呢 你也自己把它写下来 嘉玲在上午几点的时候 阅读故事书 好 现在呢 时间过过过过过 已经去到一点了 所以呢 是几点 吃午餐 午餐就是下午 对不对 下午 一 点 吃午餐 OK 下午一点 吃午餐 好了 过后呢 他也是几点去打羽毛球 OK 下午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这边你也是要自己写 下午几点的时候 去打羽毛球 过后呢 打打打 然后时间又再转转转转转转 现在到八点 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晚上对吗 八十 OK 先写晚上先 晚上 指着八 八十 OK来 被五的乘法表啦 五 十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所以是 二 五 明白吗 好 所以呢 其他第二第三和第五 你自己完成 可以不可以 好 所以如果完成了过后 我们看下一个 OK 现在呢 下一个 他问你哦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小朋友要记得哦 一天有 二十四个小时 一定要背起来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所以呢 一天有多少分钟 一天有六十分钟 一天有六十分钟 下一个 从三点去到五点 过了多少个小时 所以我们注重在看小时的真 OK 三 去到四 一个小时 还要去到五对不对 所以四 去到五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总共有两个小时 好 所以呢 他现在讲 从六点到七点 过了多少分钟 小朋友 要记得 十钟 转一圈 就是六十分钟 所以他是不是从六点 转一圈 变成七点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圈就代表 六十分钟 下一个 星期二 下午两点到六点 过了多少个小时 OK 本来是两点嘛 去到六点 所以两点到三点 就是一个小时 三点到四点 一个小时 四点到五点 一个小时 五点到六点 一个小时 总共四个小时 总共四个小时 好 下一个 OK 所以 填一填 我们从星期六的上午 去到星期日的上午 所以过了几天 星期六 去到星期日 过了一天 对不对 所以一天有多少个小时呢 他从十点去到十点 所以是足足一天嘛 对不对 所以一天就等于24个小时 OK 然后他从星期第二天啊 他从星期二的下午 去 也是去到星期二的下午 但是时间不一样 他从一点去到几点 两点 对吗 所以从一点去到两点 所以 所以过了一分 呃 过了一圈 他们转了一圈 对不对 一圈等于多少个分钟 刚刚老师教了 一圈等于60分钟 所以呢 这样一圈 他从一点去到两点 过了几个小时 过了 一个 小时 好 下一个 他从星期三的上午 去到星期三的下午 OK 时间还是一样的 所以他过了多少天 他才过了半天 好 下一个 星期一的正午 就是正中间啊 到星期三的正午 所以他过了几天 星期一到星期二是一天嘛 星期二到星期三是两天 所以他过了两天 好 下一个 明尾在下午五点开始打羽毛球 到下午七点结束 明尾用了多少时间 多少小时来打羽毛球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写下来 下午五五点到下午五点到下午七点 下午五点到下午七点 两小时 OK 所以可以按暂停 暂时写下来 好 下一个 林先生在早上八点出发到P城市 并在两小时后抵达 在以下的中面 画上林先生抵达P城市的时刻 所以他早上八点的时候呢 开始对不对 过后过了两小时 才到 抵达的意思是到 所以两小时是几点呢 所以本来是八嘛 八加一个小时等于九 对吗 八点 加一个小时 等于九点 对不对 然后九点 又再加多一个小时 为什么呢 他要过两个小时嘛 就等于十点了 对吗 所以我们现在要画十点的时钟 所以呢 要准备你的尺 就指在这一个十的这一个条线 对住0 画一条线 短短的就可以了 OK 然后长针呢 我们就指在12 我们可以动到那个号码 没有关系的 OK 可以动到那个号码 这样就对了 好 下一个 他问 左图显示李明放学的时刻 李明在20分钟后回家 回到家 他在什么时刻回到家 20分钟啊 所以本来这一边 所以本来这一边 这一边 是零零 对不对 对吗 所以呢 它是一点 我们就一点点零零 对吗 OK 所以一点点零零 就也等于 一十 对不对 现在它要加多一个二十分钟 所以我们就要用一十 所以我们就要用一十 加多一个二十分钟 因为它要二十分钟后才到家 所以呢 我们就先把一十 还有分钟吗 没有 有零分 再加二十分 分加分等于分哦 零加零 零 二拿下来 十拿下来 一拿下来 OK 所以呢 它在一十 二十分的时候 抵达家里 好 下一个 每个星期六上午 拉飞达都必须上两小时的钢琴课 钢琴课在上午十一时结束 写出 它每个星期六 钢琴课开始的时间 所以每一次它上几个小时呢 它上两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几点就上完了 十一点就上完了 对吗 早上十一点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要算开始 是不是算之前 这个是已经结束了嘛 我们要算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算两个小时之前 是几点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用十一时 之前的时间 就是减两小时 OK 所以写十一时 减二时 所以十一减二等于多少 答案你自己写出来 可以吗 算了过后自己写出来 然后记得 要写什么呢 要写上午 因为它是上午的时间 OK 上午 好 所以呢 答案把写下来就可以了 下一页 下一页呢 也是应用题 它讲 左图显示一场数学比赛的时间 这个数学比赛呢 早上九点 到早上十一点 凯琪提早十五分钟完成比赛 当它走出赛场时 时钟的分针指着什么数字 所以呢 我们先要画一个时钟 十二 六 三 九 然后才把号码填进去 所以呢 它要知道 走出赛场的时候 就代表它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结束的时候 原本应该要在十一点 但是它提早了十五分钟 对吗 所以呢 我们先把分钟指向这边先 提早了十五 本来时钟是这样子走的嘛 提早的话 我们就要转回去看 所以五分钟 一五五 二五十 三五十五 十五 十五就停到九这里 对吗 所以十五就停在九的这个地方 所以就会不再十二了 OK 不再十二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跟它打个叉 没有在这条了 这样子呢 它结束的时间 十啊 我们现在讲的是分钟 如果我们要讲十呢 十一 倒回去的一个号码是十 对不对 所以是十点十五分 OK 所以它只是问你分针走到哪里 对吗 你就要写分针停在九的数字 可以吗 好 所以现在你按暂停 先把它画出来 下一个 左表显示 佩奇在星期日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刻 第一个 佩奇用了多少分钟来做早操 OK 它做早操开始的时候是七点半 结束的时候是八点半之前 对不对 所以 A 我们要拿八点半 减掉七点半 所以八点半 减掉七点半 0减掉七点半 等于 0 3减三等于 0 点点 照写 8减掉七 剩下 1 所以1代表多少分钟 1小时 对不对 可是它今天它的问题是问你 多少分钟 所以你就要写多一个等于 1小时等于 60分钟 好 所以你可以按暂停 写下来 第二个 B 佩奇用了多少小时看电视 看电视是开始的时间 结束的时间是12点嘛 这样我们用12点减掉 9点 所以B 用12点减掉9点 等于 OK 所以指示写下来 12点 减掉9点 OK 点减点 0减0 0减0 0点 写下来 所以小朋友 现在呢 老师按暂停给你算一下 12减9答案等于多少 好 好 答案等于 3 对吗 所以3点就代表多少个小时 小朋友 就等于 3 小 10 好 所以你现在可以按暂停吧 写下来 OK 下一个 佩奇在阅读时间 玩 诶 sorry啊 佩奇在阅读时间 读完一本 姑叔叔 他用了多少分钟 读完那本故事书 所以呢 开始阅读是这个时间 结束是这个时间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要拿 下 那结束的时间 那结束的时间 3点半 减掉开始阅读的时间 2点 好 3点半 减掉2点 0 0-0 0 3-0 没有减到 3 3-2 所以老师可以按暂停给你算一下 OK 3-2等于 1 对吗 所以等于 1小时 30分钟 对不对 但是 你要看哦 他这里的答案 只要你写分钟 多少分钟 他有问你小时吗 没有 这样你就要把小时换去 分钟 所以小朋友问你 1小时的于多少分钟 1小时等于 60 分钟 这样子呢 60分钟写了过后 我们再把30分钟加给他 所以我们把60分钟 加30分钟 所以呢 老师可以给按暂停 先自己做 好 所以呢 你算好答案了 0加0等于0 6加3等于 9 答案等于90 分钟 OK 好 所以你可以按暂停 把它写下来 好 写好了过后呢 我们第一个影片就结束 现在呢 你可以教 你可以把前面的先做完 然后呢 老师就开第二个 答案的影片给你了 我们第二个影片见 Bye